那麼我想整個事件會發展的 讓人家覺得很生氣 讓人家覺得蠻失望蠻遺憾的 就是從大埔開始 那現在有人在講說 劉振宏他在稻子 在一個禮拜的稻子就可以收成了 推土器就把它推掉了 以前我去洗了的時候 我們在吃飯 這個範例掉在地上 掉在桌子上沒有撿起來 或者吃了滿桌都是的話 會叫雷公卡錫 叫做你浪費稻米 浪費五穀 這會叫雷公卡錫 結果已經都要收成了稻子 這樣把它拉下去 有人講 所有的事情從這裡開始 老天爺生氣了 所以會把這一些 骯髒髒髒的事情挖出來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子 來 我們來看看相關的新聞報導 政樓心中也是當初也是蠻難過的 但是基於內政部的都委會的一個決議 行政部門就必須一定要依法 市長特別說了 就是類似天賜良機這種話 這些話是不是會造成很大的一些反彈 市長 就必須要能夠怎麼樣降低社會成本 然後也讓衝突降到最低 因為我們事先也並不是在那一天要拆除 那因為他們要到台北區的時候 因為所剩下的在那邊留守的人員少 那人員少的話衝突性更低 那社會成本或是受傷的人會更少 那也因為這樣子所以那一天就執行 或許我講這一句話是不對 那我就跟鄉親說這一句話也必須要收回 因為苗栗本來就是一個三層 三層我們必須要推展觀光 也希望是說利用我們馬總統上那時候有一個馬家莊的話 能夠大陸的觀光客能夠更多能夠來到苗栗 來能夠有一個觀光的景點 我們當初的目的就是那麼單純 所以你後來花了九十萬請學者研究 研究證明是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我想這個不管怎麼樣 當然一定還有多方面的一些研究是怎麼樣子 我想這都是南美一定要去做這些工作 但是我現在講我們的出發點是為了觀光 我請教你 你講出發點為了觀光 請問現在馬英九奮鬥館一天有幾個中國觀光客去 我知道 現在這段時間 你故意 鍾先生你故意要設計 我們現在已經又把馬家莊的部分我們又再轉型了好不好 現在轉型成什麼 縣長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 我現在不能給你講我們轉型什麼 我不能跟你講 我想要轉型什麼怎麼可以跟你講 不過你這麼一講大家都猜出來 馬糞館沒有人去 今天如果一天有五千個人去 我跟你講 你講話比賽比較大聲 麥克風拿來放 沒有 他也要轉型了 國外嚴重就是 學隆斌這兩天說的 胖達人叫做民生詐欺 這叫做觀光詐欺 三億九跟那個有什麼館 搞個馬糞館 陳委員 馬糞館花了幾千萬 那個聯外道路開進去進議員 這個詐欺 是詐欺入客嗎 是詐欺台灣老百姓 許醫師他講蔡大埔天賜良妻這句話 他說怎樣 他說收回去 他有道歉嗎 沒有道歉啊 他有道歉嗎 沒有 另外一句話 霸道 他說主政要什麼 霸道 人道 王道 他這次是用霸道 霸道這個話他有沒有道歉 學長我覺得天智良妻是商人就在這裡 他講這句話是洋洋自得 哇 了不起啊 這句話跟死的應該 有沒有欲取同工之妙 這句話跟什麼 許醫師 跟南部在淹大水 大家要治水的錢 然後說什麼 用錢要用在刀口上 南部人都不是人 原來是這樣子不過長城 這你們的館長怎麼怪怪 其實他的風格也像如此 剛剛講這個馬糞館 事實上他的回答已經證明現在沒有人去 不是 你就問他說現在一天幾個人去 你一天五個十個 一百個兩百個一千個都可以告訴我們 為什麼說不能講 為什麼這是設計 我問你為什麼是設計 他現在不知道要轉到哪裡去 他事實上他講不出來 現在就把他逼到最後了 他就跳牆了 他講到哪裡去你就小聲一點 他還講那麼大聲 其實我跟你說 他一開始講說 當初這個規劃是為了陸客 是這樣子嗎 是為了陸客嗎 也不是 那個時候根本還沒有陸客來 對 那時候還沒有開放陸客 所以我跟你說他很會轉 事實上那個時候明明白白就是要拍馬英九馬屁 什麼叫轉 我看是凹吧 對 所以後來轉不出來了 他又把它改成叫做農業什麼特色產業 農產展銷館 也沒有人來買 所以他現在又在轉 我們看他怎麼轉 我告訴你其實有 馬糞館要讓他觀光人很多很簡單 叫馬英九政軍為座坐在那裡 什麼事都不要做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看 然後我相信我們國家的政勢政策就會更好 你馬英九不要管是我們國家的政策會 會清明一點 然後他就坐在那邊給大家看 大家去那邊 但是不可以燒香 因為他是人 所以坐在那裡 這樣大家看一下 總統好 他就跟阿彤 大家好 我看馬糞館生意會很好 對 我是建議 開玩笑 馬總統退休之後可以搬去那邊住 應該會對提升苗栗的觀光產業有幫助 我剛剛回來講這個主題就是說 劉振宏執政的風格 事實上他是先向中了一塊地 我這個資源我要 我要開發我要做什麼 之後他再來想這塊地要做什麼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 你說什麼 先向中在想說要做什麼 對 灣保工業區 我上次也跟大家報告 他的南邊本來就有一個東坪工業區 就是因為沒有廠商要來 解編掉了 所以他硬要再弄一個工業區 所以一開始跟他說是科學園區 人家說科學園區是國科會的 他變成是科技園區 我插一個字 用一個 就叫厚隆科園 科技園區還是科學園區 叫厚隆科園 科學園區跟科技園區有什麼不一樣 最後我們發現他的內容根本就是 一般工業區 什麼塑膠廠電鍍廠什麼的 那傳統的 所以我就說他是先向中這塊地 我常常說他眼睛是X光一樣 他看得到地下是砂石 砂石 再來我們講大埔開發案 大埔開發案 一開始到底 他說是科學園區面積不足 要破邊 但是後來事實證明 這跟科學園區跟國科會 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個長政你把它拿正對著我們的攝影機一下 然後 所以呢 到底你是科學園區還是一般工業區 事實上這工業區也只佔了二十幾公頃 剩下一百多公頃 根本就是搞都市計畫開發 駐商 所以目標已經先設定要搞都市計畫開發了 結果搞來搞去都在搞駐商 然後以科學園區擴邊為理由 但是因為他就在竹南頭份聯合都市計畫區旁邊 這個都市計畫區裡面還有很多空地 所以他不能去搞那邊 只好另外用特定區 再來白布凡也是一樣 那邊都是農民開墾的土地 變成河川新生地之後 一開始說要弄農業休閒園區 要挖石頭填土做山 然後要有觀光池子 所以農民也說你是來挖沙石的 好 又改口 挖池塘變成挖沙石 農民講的 對 農民說你根本就是來挖沙石的 所以一講他又改了 說他要做太陽能光電板的製造 某某廠商要來做太陽能光電板 全世界不是產能過剩的嗎 大家都在 對 無錫上的都垮了 對 都垮了不是產能過剩嗎 事實上那個是苗栗最好的精緻農業區 水果的產值非常高 你這個半導體洗那個半導體一洗 地下水就污染了 整個卓蘭的水果產業農業要垮掉的 然後呢 所以被罵以後就說 不是 我要弄太陽能發電了 對不起 這個地方靠近斷層 九一大地震知道嗎 九一大地震之後大安息隆起 形成一個叫大峽谷 就在我們卓蘭 這個地方就是靠近斷層去 這個地方可以發電嗎 而且它的東邊就是中央山脈 百步凡就是在中央山脈的腳下 太陽直射到早上十點以後 鄭隆就知道說 中央山脈擋住了還有太陽 對啊 所以要說是太陽能發電廠 這剛剛核勢有疫情能夠出效 想過了一公 都有各二十五公頃 這個都是目標衝突的 所以就設定目標要地再說 所以聽到長正這麼講 各位觀眾朋友 你能接受嗎 不過 劉振龍最近爆出了一些親人的爭議 譬如說 劉振馳 劉振中 他的媒婿等等 那劉振龍怎麼講 劉振龍 他們大人大附近 我劉振龍管得不到 我怎麼管 這樣喔 我不知道 但是劉振龍怎麼講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報導 我想是這樣子啦 我們現在是已經都是法治國家 有什麼疑義的話 我希望他們向檢調 讓他們提出檢舉 由檢調單位來調查 我們苗栗 我及我們苗栗縣政府 我想還有我們這些 舉證出來這些 我們都全力來配合 我想這一次應該要這樣去做 所以那麼多的這些 都是我們閩南話一句話說 滴溝道菜都隨便亂講 胡翁捉影 而且話要說 不是事實 我一直在強調是扭氣勢 我真的沒有辦法一件一件反 都有什麼那個證據的話 就請他們 往檢調單位 他們提送 其實我們也知道 現在檢調單位都已經在 還有那個 有些單位已經在調我們的資料 我都配合 不管我的親戚也 因為我們縣政府也是 我們都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急等級裡面是不能夠 有這樣的規定 OK 我想就是我都讓我們的 司法檢調單位 我們的審計士去查 總可以吧 我弟弟也 我是我的親戚朋友也 他們現在所打 我想他們都會讓他們 自己本身去處理 我一個人真的沒有辦法說 了解他們整個 所有的生活狀況 其他人 他們所影射的這部分 由他們自己處理 我真的沒有辦法說 他們真正 我像我弟 大人大賤 說成家立業 我哪有管那麼多 你兒子有沒有承包 一滴路燈 這樣簡單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回答 沒有 那你外生有沒有 有沒有做這個承包的 縣府的公務車險 有沒有 絕對沒有 我就這些通通都是交給司法檢位去查